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南京有个姓成的人,我们姑且就叫他成生吧 成生生性磊落,做事不拘泥于世俗 一天,成生外出归来,他准备脱衣 却发现衣带的一头沉甸甸的,像是有东西掉了下来 他往那儿一看,却一无所见 但转身之间,却发现有个女子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女子捋了捋自己的头发,微微一笑,样貌标致极了 成生怀疑这女子是鬼 女子说,我不是鬼,是狐狸 成生就对狐女说,只要我能得到像你这样的家人 那我连鬼都不怕,更何况是狐狸 随后,她便与女子同床共枕了 两年后,狐女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青梅 狐女时常对成生说 你不要再娶妻了,我还会再为你生个儿子的 成生相信了这话,便不再打算娶妻 但是,亲友们却经常讥笑讽刺成生 成生无奈,被迫改变初衷 取了胡冬的王室为妻 狐女听说后,怒火中烧,给女儿喂碗奶 就把女儿丢给成生说 这是你家的赔钱货 养她杀她都有你 我为什么还要替别人当奶妈呢? 说完,她就出门,静自离开了 青梅长大后,很是聪明 容貌也秀美,非常像她的母亲 后来,成生定氏,王氏再嫁,离开了成家 青梅只能依靠唐叔生活 而唐叔却行为放荡,品行恶劣 她打算把青梅卖掉 以此让自己赚点钱 恰巧,一位姓王的近世 正在家等候吏部选授官职 她得知青梅聪明 便用重金买下了她 让她侍候自己的女儿,阿喜 这时,阿喜十四岁 容貌冠绝当代 她见到青梅 很喜欢,就与青梅同住同行 青梅也善于察言观色 只要别人眼一瞥 没一皱,她便能领悟其意 因此,一家人都十分喜欢她 城里有位姓张的书生 她家境贫寒 没有房业田产 租住了王进世家闲置的房屋 张生为人非常孝顺 品行端正 做事也一丝不苟 并且专心向学 青梅偶然到张生家去 看见张生正坐在门外的石头上 吃着糠粥 她又进屋 与张生的母亲唠叨闲话 却看见父母的床边 放着炖猪蹄 当时 张生的父亲正卧病在床 张生又进屋来 抱起父亲 让他小姐 尿液 弄脏了张生的衣裳 张妇觉察后 心中傲萨 而张生 却悄悄地遮掩住了尿剂 随后出门清洗 唯恐父亲看到 青梅看到这些 十分欣赏张生的举动 回来后 青梅向阿喜讲述了自己目睹的一切 她对阿喜说 咱们家的房客 可不是普通人 小姐 如果你不想 找位好丈夫就算了 如果 你想 找一位优秀的丈夫 张生一定是最佳人选 阿喜担心父亲 会嫌弃张生穷 青梅说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决定 如果你认为可以 我就暗中告诉张生 让他请梅人 来求亲 夫人肯定会叫你去商议 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事儿就成了 阿喜又担心终身受穷 会被人耻笑 青梅人肯定会认为了 我看过许多人 我看过许多人 以张生的面向 将来必定是优秀富贵的人 绝不会错的 第二天 青梅前往张生家 将此事告知张母 张母听后大吃一惊 认为青梅说的 未必是好事 青梅说 我家小姐也认为 张生是个优秀的人 我有意试探过她的心意 她同意我才来说的 将来没人去了 我也会从中帮忙 应该会成功 即使我家主人不同意 对张生又有什么损失呢 张母说 那就听你的吧 于是张生的母亲 便托卖花的侯氏妇人 前去说美 王妇人听说张家来提亲 觉得好笑 便告诉给了王晋氏 王晋氏听了 也哈哈大笑 他们把阿喜叫来 讲了没人的来意 阿喜还没来得及回答 青梅就连忙在他们面前 夸奖张生 并断言 将来她一定会大富大贵 王夫人又问阿喜说 婚姻是你的人生大事 如果你能忍受贫穷的生活 我就替你应了这门亲事 阿喜低头 沉默了许久 看着墙壁回答说 穷富都是命中注定的 假如命好 就穷不了几天 富裕的日子就长着里 假如命薄 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 到最后贫穷到无法生存的 难道还少吗 这事儿还是由父母做主吧 起初 王进士叫阿喜来商量 只是为了博取一笑 但当他听了阿喜说的话 心中顿时不悦 说 你真想嫁给张生吗 阿喜不做回答 再问 他还是不回答 王进士生气地说 见骨头 一点也不长进 你是打算做个乞丐的老婆吗 真是羞死人了 阿喜听了 脸胀得通红 心情郁闷 含着眼泪跑了出去 媒婆也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青梅看到提亲不成 便想为自己打算 过了几天 他偷偷地在夜里去见张生 张生正在读书 看见青梅 惊讶地问他 从哪里来 青梅回话时吞吞吐吐 张生则态度严肃地要他走开 青梅哭着说 我是好人家的女儿 也不是私奔的女人 只是我认为 你是个有贤德的人 所以愿意嫁给你 张生说 既然你爱我 说我有贤德 那为什么 又会在黑夜里 与我私会 自爱的人都不会这么干 你难道认为 贤德的人会这么做吗 不合礼仪的私会 还想要合乎礼仪的婚姻 君子尚且认为 这么做不行 何况 假如我们的婚事不成 你我以后 又该怎么做人呢 青梅说 万一我们婚事能成 你肯娶我吗 张生说 如果我能娶你为妻 那我以后 也别无他求了 只是 现在有三件事 我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也不能轻易 向你许下承诺 青梅问 哪三件事呢 张生说 你是王家的婢女 能否离开王家 你自己也不能做主 即使你真能离开王家 我也必须先要征得我父母的许可 如果他们不满意 我也没办法娶你 即使我父母同意 但你也知道我家里贫穷 根本没办法准备足够的彩礼给你 而这件事对你来说 也最为重要 你还是快走吧 被别人看到了 会影响你的名声 青梅临走时 又嘱咐张生说 如果你愿意娶我 请与我一起想办法 张生答应了 青梅回去后 阿喜问他到哪儿去了 他跪了下来 承认自己去见了张生 阿喜非常生气 打算对他加以责打 青梅哭着表白说 自己并没有做什么违反礼法的事 于是就将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 阿喜听后 赞叹说 张生没有将你留宿在他家 证明他手里 他坚决要得到父母的同意 证明他孝顺 不轻易向你许诺 证明他诚实 一个人如果具有这三种品德 一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 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贫穷担忧 接着 阿喜问青梅 接下来 你想怎么办呢 青梅说 嫁给他 阿喜笑着说 傻丫头 你能自己做主吗 青梅说 如果我做不到 那就死了算了 阿喜说 既然你这么说 我一定让你如愿 青梅福地 叩头大礼拜谢阿喜 又过了几天 青梅对阿喜说 你前些天是说笑 还是真的想要帮助我 要是真的想帮我 我还有些难言的尹钟 希望你再多帮我一些 阿喜问尹钟是什么 青梅回答 张生家贫 不能准备足够的彩礼 我也没有足够的钱 来为自己赎身 如果说是王家将我嫁出去 没有相应的礼仪 等于没嫁 阿喜沉吟着说 这个问题 我也没办法解决 如果我提出来 要把你嫁出去 恐怕不合适 如果我提出来让你离开 父母也一定会因为你的赎金不够 不肯答应 青梅听了 泪水不断地流了下来 只求阿喜能想办法帮助他 阿喜想了许久 说 没办法了 我私下里存了些钱 如果你需要 全都可以拿去 青梅行礼道谢 于是 他又暗中告知张生 张母知道这件事也很高兴 又经多方借贷 得到了些钱 存了起来 等待着好消息 恰巧这时 王晋氏被任命为县令 要到屈卧县去 阿喜趁机对母亲说 青梅年纪大了 现在 父亲又要到外地去上任 咱们带着他走不方便 不如把他打发了吧 王夫人本来就认为 青梅太过机灵 恐怕他会引诱阿喜干坏事 早就想把青梅嫁出去了 只是一直担心 阿喜不乐意 现在 他听阿喜这么说 自然也很高兴 过了两天 有个庸人的老婆来找王晋氏 说张家想要迎娶青梅 王晋氏笑着说 我看张生也只配娶个丫鬟 此前他太狂妄了 但如果把青梅卖给大户人家作妾 相信能得到更多的钱 阿喜连忙上前说 青梅已经事后我很久了 把他卖给人家作妾 我实在不忍心 于是 王晋氏便给张家传话 仍然按青梅原来的身价 签了赎身的契约 把青梅嫁给了张生 青梅到张家后 照顾张生的父母 甚至比张生还要好 同时 他还认真操持家务 哪怕是吃糠燕菜 也不以为苦 因此 张生全家 没有不喜欢不尊重青梅的 青梅又以刺绣为业 他的绣品卖得很快 商人们常常在张家门口等候收购 唯恐买不到 这样挣的钱 稍可应付家中的穷日子 青梅还劝张生 不要因为照顾父母 而耽误读书 全家的管理照料 都由他自己一人承担 由于王晋氏要去外地上任 青梅前去与阿喜告别 阿喜见了青梅 哭着说 你现在嫁给了喜欢的人 我真是不如你呀 青梅说 这都多亏了你的帮助 我怎么敢忘记 但你认为自己不如我 是会折我的受的 于是 二人悲气告别 王晋氏来到山西省半年后 王夫人去世了 灵就停放在寺院里 又过了两年 王晋氏因为行贿被免职 所缴伐经 树以万计 顿时 王家穷得无法维系 仆从们也都四散而逃 这时 瘟疫来袭 王晋氏也染病身亡 只剩一个老仆父跟着阿喜 可没过多久 老仆父也死了 阿喜愈发孤苦伶仃 有个邻家的老太太 劝阿喜嫁人 阿喜就说 谁能为我安葬父母 我就嫁给他 老太太见阿喜可怜 就送来了一斗米 便离开了 半月后 老太太又来劝阿喜说 我为小姐费尽力气 却还是没能给你 找到合适的丈夫 穷人无法为你 安葬你的父母 妇人又嫌你是 没落人家的后代 不吉利 真没办法 我还有一个主意 恐怕你不会同意 阿喜说 什么主意 老太太说 附近有位李相公 想找一个妾室 倘若他看到了你的资荣 即使让他对你的父母 予以厚葬 他也一定不会 吝惜钱财 阿喜听了 放声大哭 说 我曾是官患 人家的女儿 难道现在 只能给人家当妾了吗 老太太没说什么 随即走了 阿喜每天只吃一顿饭 苟延残喘 等待有人出钱 安葬她的父母 就这样过了半年 阿喜愈发难以支撑下去了 一天 老太太来了 阿喜哭着 对老太太说 活得这么艰难 我常想自杀 如今 我还偷生苟活 只是因为父母 还没有被妥善安葬 所以我想 不如就依了 你所说的吧 于是 老太太领着李相公 暗中偷看阿喜 李相公对她非常满意 当即 她就出钱办理了入葬之事 两具薄官 就将王静氏夫妻下葬了 事后 李相公用车 把阿喜接走 让她去参见正事 可李妻凶悍妒忌 李相公一开始 不敢说阿喜失窃 只托称是买来的婢女 等到李妻见了阿喜 顿时勃然大怒 暴跳如雷 用木棒把她赶走 不让她进门 阿喜劈头散发 泪流满面 进退无路 恰巧 有个老尼姑路过这里 邀阿喜与自己同住 阿喜很高兴 就跟着老尼姑离开了 他们来到了尼姑庵 阿喜就请求削发维尼 老尼姑不同意 说 我看你不应该是做尼姑的人 安里虽然粗茶淡饭 大致还可以支撑 你姑且记住在这里等待 时运一到 你便可以离开了 没过多久 城里的无赖子弟 见阿喜长得漂亮 总来敲尼姑安的门 对阿喜说些调戏的话取乐 老尼姑也无法制止 阿喜气得嚎啕大哭 想要寻死 老尼姑又去求利部的一位官员 张贴告示 严加尽职 无赖少年 这才稍有收敛 后来 又有人半夜在尼姑庵的墙壁上打洞 老尼姑发现后 大声呼喊 来人才离去 于是 老尼姑又将这件事上告到利部 捉住了首恶分子 送到周牙加以责打 类似的事情才没有再发生 又过了一年多 有位贵公子经过尼姑安 看到阿喜 为他的美貌所惊叹 抢求老尼姑帮他传达情谊 并用厚礼贿赂 老尼姑委婉地告诉他说 那姑娘是官宦人家的后代 不甘心作妾 公子先回去 稍后 我会给你个答复 贵公子走后 阿喜又打算服毒自杀 当天夜里 阿喜梦见了父亲 王进士痛心疾首地说 我没满足你的意愿 至少你成了这个样子 现在我后悔也已经晚了 你只要再等很短的时间 千万不要死 你的夙愿还可以实现 阿喜醒后惊异不已 天亮后 惯喜已毙 老尼姑望见阿喜 吃惊地说 我看你脸上的浊气 已经完全消失了 你的福气就要来了 到时候可别忘了我呀 话音未落 就听到门外有敲门声 阿喜变了脸色 心想来人一定是贵公子家的仆人 老尼姑开门一看 果真如此 仆人开门见山地问老尼姑 他家主人谋求的事情办得如何 老尼姑只能好言好语地陪话接待 只要求缓期三天 仆人又转述贵公子的话 说是如果事情办不成 就让老尼自己去回复 老尼姑恭敬应命 表示歉意 便让仆人回去了 阿喜异常悲痛 又想自杀 老尼姑再次劝住了他 阿喜担心三天后那仆人再来 老尼姑说 有我在是斩是杀 都有我来承担 第二天 刚到身时 暴雨倾盆 忽然听到有几个人敲门 人声嘈杂 阿喜心想发生了变故 又惊又怕 不知所措 老尼姑冒着雨 打开了安门 看见门前停放着轿子 几个女仆 扶着一位贵妇走了出来 仆从很有气派 车马也都很豪华 老尼姑吃惊地问来人是谁 回答说 这是司里关的家眷 到这里来避一避风雨 老尼将贵妇一行人 领到了大殿里 又搬来了座椅 请贵妇坐 其余家眷妇女 直接去禅房 各自找地方休息去了 女仆进屋后 见到了阿喜 认为她长得非常漂亮 便跑回去告知贵妇 不久后 雨停了 贵妇起身 请求看看禅房 老尼姑就把贵妇 领进了禅房 贵妇见到阿喜 大为惊骇 不眨眼地盯住她 阿喜也把贵妇 上下打量了许久 原来这贵妇不是别人 正是青梅 两人都失声痛哭 青梅又讲起自己的经历 她嫁给张生后 张妇病故 张生在守桑期满后 连续考中了举人 近视 还被皇帝任命为私礼 张生仙带着母亲去了官邸 又来接家眷 阿喜感叹说 今天再看你我 何止天壤之别呀 青梅笑着说 幸亏小姐 你连受挫折 也没有嫁人 这是上天 要我们两人相聚呀 如果不在这场大雨中 让我来到这里 怎能有今天你我的偶遇呢 这里面都有鬼神相助 不是人力可为的 于是青梅又拿出珠冠锦衣 催阿喜换装 阿喜低头徘徊 老尼姑就从中帮着青梅劝她 阿喜又担心 跟着青梅名义不顺 青梅说 往日自有固定的名分 我怎敢忘记你的恩德 你再想一想张生 她可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青梅又强迫阿喜换了妆 告别老尼姑 一同离开了 抵达官邸后 张家母子都很高兴 阿喜下拜对张母说 我今天真没脸来见您 张母笑容满面 把她安慰了一番 便商量着选个吉日 为张生和阿喜举行婚礼 阿喜说 只要尼姑安里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我也不会跟青梅到这里来 倘若张家能顾念我们往日的情谊 请给我一间草房 放个蒲团在里面 我就心满意足了 青梅却只是笑 不说话 到结婚那天 青梅抱着礼服前来 阿喜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怎样做 一会儿 他们听见门外鼓乐大作 阿喜也只好听从安排 青梅率领老上女仆 给阿喜强行换上礼服 把她掺着扶了出来 阿喜看见张生身穿观衣 向她下拜 她也不由自主地迎迎下拜 随后 青梅把阿喜拽进洞房 说 张七这个位置空着已经很久了 就等着你呢 她又看着张生说 你今夜能报恩了 要好好地对待她呀 说完 青梅转身要走 阿喜抓住青梅的衣襟 青梅笑着说 别留我 这是不能代替的 她掰开阿喜的手指 离开了 青梅一直将自己视为妾室 恭敬地按礼仪对待阿喜 这让阿喜感到愧疚不安 最后 张母决定 两人都是张生的妻子 让他们互称夫人 但青梅始终奉行地妾之礼 不敢懈怠 三年后 张生被调进京城 路过尼安时 赠给了老尼姑五百两银子 可老尼姑却不收 张生坚持要给 老尼姑便收了二百两 建了一座观音大士的庙 旁边还竖起了感谢阿喜的碑 后来 张生升官做了侍郎 青梅为张家生了二子一女 阿喜为张家生了四子一女 张生将她的故事上报给了皇帝 皇帝很感动 便将阿喜与青梅都封为夫人 故事的结尾 作者还有这样一段评语 她说 上天让许多家庭拥有了美丽的女儿 他们本来是应当嫁给那些品行端正的优秀男子 但事实上 这些漂亮的姑娘 往往最终却被赠给了那些官身家的顽固子弟 许多事情就是这么离奇 这或许是造物主的良苦用心吧 像青梅这样的女子 会掩饰人 如此坚决地嫁给张生 只因她品行端正 而那些曾经拥有优渥生活的人 却要放弃了他们的品行 只为谋取狭隘的利益 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 这些人 还真的不如一个小丫鬟有见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 今天的聊斋故事 青梅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并订阅吧 也请您多多评论及分享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